HELLO 大家好 今天如常早了一天做香港民心 因為放假,時間多了 所以這個星期三大家應該在最近的報章上 也有聽到HMV這個消息 HMV是蕭先生的公子 蕭定一是主席 上市編號是8078,數碼中國 但現在不斷傳出這個消息 數碼中國是非常不善 甚至傳到他拖欠租金 賣盤,找人救命,把那間屋押來押去 蕭先生在今早我看這個 理論消息都用了很短時間去回應 我覺得這次蕭定一都很嚴重 今天想說一說這個新聞 因為HMV都是香港人的 我幾乎想用集體回憶這個字 因為HMV現在還在 但我非常之相信 如果不改變這個形式 我相信HMV很快都會變成 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我不想這樣說 但那個時勢是這樣的變化 另外呢 節目尾也會說 香港財經R的投資日戰 的收費版已經推出了 12月已經推出了兩期的收費版 有讀者就E-mail問 還有沒有試月版 當然還有 什麼叫試月版 大家可以在Youtube 或者E-mail留言 拿試月版都可以 我給你試月版的時候 會把正式版的付費方式 給你們 你可以在Youtube留言 也可以E-mail給我們 在這個螢光幕的右上角 香港financeout at gmail.com 我節目尾再說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在 差不多九九二千年 我在 尖沙咀那邊 上班 我記得廣東道 有一間很大的HMV 在 下午的時候 我經常都會去看 看一些碟 聽歌 上樓上網 雖然現在時間已經差不多 十八年 十九年 但我仍然覺得好像是昨天發生的一樣 在下午 很多人去 當時的HMV 沒有賣那麼多東西 整間HMV裡面 都是賣影碟 CD DVD 唱碟 有些耳機 給你試聽 我記得那個年代 好像還沒有無線 如果我沒有記錯 即是無線 無線 還沒有 但我記得那時候 剛剛 就是 前腳後腳 出了iPod 我記得我買 蘋果產品 第一個 我買 就是iPod 現在這麼多年 坦白說 我想問一句 還有買唱碟的巨手 很少人 去買唱碟 VCD DVD 行業已經是 可以這樣說 相當相當之沒落 因為大家現在都是 網上聽歌 甚至 之前的還說要下載 現在下載都不用了 音色很漂亮 大家的手機 現在的手機 插個耳筒 坦白說 真的比當時 我們買的iPod 強勁很多倍 那究竟現在 這個8078 HMV 數碼中國 是做什麼的呢 根據 那個 消息 就是那個 Information 先說回 應該 阿蕭先生 就有 如果 我錯了糾正 應該是只有 蕭定一的兒子 蕭遙遙和蕭雙雙 應該是三兄妹 蕭定一 根據蕭先生說 其實 他的行業分開 和蕭定一 已經差不多 超過十年 這件事我也相信 因為 大家 在這十年來 蕭先生 只是拍這些影片 或者做一些動肉 或者做這些 食品 人民超市 這些生意 沒有什麼 聽他說 做這些 關於 media 拍攝的生意 我自己所知 蕭定一 大部分 這個 8078 HMV 數碼中國 做的事情 就是關於藝人 例如 他是 旗下班藝人 拍片 分銷 做一些 數碼平台 當然是包括買浮 你可以 入會 例如 你入了會 你可以 上去他的平坊 聽歌 或者上去他的平坊 看電影 收會員 收會費 據 這個資訊 他 在這七八年來 坦白說 他涉獵 中國的地方很多 去不同的州份 香港 香港是大本營 去不同的州份 例如上海 天津 那些地方 設置office 去做這些 媒體 因為大陸的市場大 但是 坦白說 蕭生 今天有說 如果他 他 打了一輩子都不跟大陸人做生意 有時候 你做 傳媒 是 很尷尬 因為說到自己 就 說到自己有關 就沒有什麼 不是說自己的事情 說到微非色無 什麼都有 但是 說到關於自己的事情 就 三針其口 欲言又止 那 我自己 打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 都真的 跟大陸人 接觸很多 這件事我感受 相當深 在過往 九幾年 到現在的二十年 坦白說 我不止 對於 大陸做生意 我今天 對於大陸的所有事情 我都很有戒心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們本身 那個文化思維 跟你是不一樣的 你可能覺得 有些事情 是你假死都不會做的 但他們來說 是沒有問題的 可能 在我們來說 有些事情 是不可以超越這個界線 但他們沒有什麼所謂 假不假線 如果 蕭生 這麼說 很有可能 今次蕭定一 那個財務危機 就是 和 國內人 有關係 或者國內的政策 有關係 因為 現在大家看到 國內的政策 要你生就生 要你死就死 他是要你生 和死 然後才想出政策 他並不是寫出來 他並不是寫出來 你去到每一個州份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省 都有每一個省的規矩 有每一個 如果大家 相信 國內 是已經步向國際化 國內 已經 肅貪窗簾的話 你相當天真 因為現在這些問題 在大陸 還是無人無知 你去國內 投資一定歡迎 因為你的錢去 但你想拿回 就相當困難 我相信蕭定一 都是 如果聽蕭生說 都是遇到相同的情況 你看這篇新聞 今天 十月五日 集團主席蕭定一 所持有的物業 在16年 在1.5億買入 我想現在差不多 兩億左右 西半山 殷然 頂層 複式 頂層 複式 兩層 頂層 複式 A室天池屋 按完再按 按完再按 為什麼按完再按 按完再按 當然是沒有流動現金 是吧 大家如果看看 稍後我展示給大家看 8078 中國數碼 數碼中國 市值大約是2億多港幣 但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令我惡言 因為HMV是追討被拖欠的租金和管理費 27萬3千 就被地鐵追 那地鐵說得出應該是無價 一間市值2億公司 而27萬都付不起 你想想 流動現金短缺得多厲害 在九龍灣 在九龍灣 大家應該知道 在德福那裏 九龍灣HMV 大家可以知道 上個月 即是剛剛過了的11月 原告指被告從未提供銀行擔保 亦拖欠本月的租金和管理費 大家可以看到 財務狀況是多麼差 這是昨天12月4日 消息出後 HMV數碼急插77% 77% 但其實它已經是蠔子股 先股 Sorry 先股 昨天是0.028 今天好像是蠔6 即是先股 給誰追呢 新世界追 HMV在銅鑼灣中環兩間門店 拖欠多月租金 向其追溯是多少呢 500萬欠租和補償 連同上個月另外兩次入品 集團欠款超過662萬 集團近年多次在業績報告提及 零售業務經營困難 並正聯絡新投資者接手 我想問是哪一個投資者會接手呢 對嗎 除非你的店舖是自己的 如果不是 沒有人會接手 那為什麼 蕭定一還要留住HMV的地舖呢 因為你這樣看的話 一個月 它的租金可能是27萬以上 一個月的租金 大家可以看到 螢光幕就是剛剛我剛才CAP出來的1.5 今天 我就不想看它的市值 不過我身後都看了 現在大約是2億1千萬左右 2億1千萬左右 1億1萬多 現在都是2億1千萬 兩億1千萬左右 或是0億1千萬左右 只要2億1千萬左右 零億2千萬多 裱容 是一家香港的投資控股公司 專注於影片、電視製作 分銷特許經營、影院經營、藝人管理 投資拍攝多部電影片 發行相關產品 此外,集團在11年開始分段在香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東、深圳 開設經營電影院 如果不是這些很大的集團 這些只是燒銀紙 這些是燒銀紙 令我馬上想起,哪一個呢? 賈若婷 樂士 他現在走的路跟樂士差不多 樂士的結局是怎樣? 燒了錢就沒有了 是嗎? 愛奇藝那些應該有人注資 應該 那類 這一類 現在網上 坦白說,你這類的電影 坦白說,它的翻版 就是那個知識產權是很嚴重的 坦白說,你根本上 就不可能保持到你自己的版權 只要我等一會 我就可以看到你的電影 但是你不要忘記 給出來的資金是很大的 大家看看下面 數碼中國在金鐘舉行週年晚宴 這是今年三月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 有一套電影叫做 那些藝人就是誰呢? 阿芷林 欣怡 張繼聰 林雪 張健昇 蔡漢 五億,很多藝人 但是你不要忘記這些藝人都是掠你錢的 不一定有所謂票房保證 所以 基本上來說 我仍然想說過一句 在香港呢 在香港呢 有很多事情呢 你還有一些 就是很多人會 honor 那個 合約 當有 就是所謂的 糾紛的時候 香港的處理是相當公平的 就是它會拿回你簽合約的原因 但是大陸呢 為什麼我這麼多年 我都不在大陸買樓的原因呢 就是我根本完全信不過 他們的所謂合同 所謂律師 所謂經濟 我是完全信不過 雖然我明白這一步 可能是 沒有辦法都要走的 因為國內發展大 大家見 如果有看我香港財價牛的 那很多我買的股票呢 我非常之注重一件事 就是那個集團的誠信 是很重要的 你在國內可以說是沒有誠信的 那些合同法呢 合約呢 就是 難聽說的 到你打官司的時候 你比乞丐還慘 我有朋友買大學樓呢 買到真的連層樓都不 就是都不想要的 真的 哪裡有得搞的 沒有得搞的 你如果和發展商 或者租客 有任何爭執 你香港人是沒有得搞的 你只能夠 願意自己吃虧就算了 你怎麼搞的 你沒有得搞的 你都不知道找哪一個部門 你都不知道找哪一個人 每個人都說對 是不是 最慘的就是 投資了 買了 根本連那個戶口簿都是假的 甚至跟你接頭那個人的名字都是假的 是沒得做的 所以大家 在國內 一定要很小心 去簽這些合同 做這些事情 免得最好不好 在香港 怎樣都好 法例是完善的 時間可能拖得久 但是 你都有機會 拿回一部分的東西 在國內 你真是自殺的 我幾個朋友搞漏 搞到爆炸 已經是搞不到的 連接頭那個人 隨時的名字都是留的 大家有聽過 在國內 他原來在 他嫁給一個香港人 原來 他來了深圳結婚 他原先的戶籍是不通的 即是說 其實 一個香港人 A人 他娶了一個大陸的B女孩 這個B女孩 你看他在深圳 那個 戶口本裡面 他還沒結婚 但是原來他原籍可能是江西 他結過婚的 有孩子的 看他給哪一本 保你看 可以是 這麼神怪 可以是 後來他才發現原來 他不只是名字不一樣 他結過婚生個兒子 不過他來了深圳 深圳那本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我網上看的 可以是這麼神奇的 你哪有信一個 你是國內人 你是大陸人 你就會知道他們的 那些 古惑的東西在哪裡 你是香港人 你絕對不會知道 你在香港是不可能出現這件事情的 是不是 你只可以想到 喂 他在加拿大可能有 你怎麼想到 同一個中國他都是這樣的 所以 蕭公子是說得對的 他是不會跟大陸人做生意的 一定有事的 差遲早的 我覺得大家要小心一點 我明白到跟國內人做 可能是大勢所趨 現在很多人說 我看到很多 在Youtube上面說 柳爐 倭居 很多都說 可能要 香港人回大灣區 移養天蓮 你暫時只要相信他 大灣區可以看到Facebook 但問題是 國內有很多事情 始終跟香港不一樣 有些可能說年輕的不同 不一樣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只有希望 接下來的十年二十年 他慢慢走向香港這邊 如果 你好像我們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話 間中你才回去內地住 你 基本上是 完全跟他們的文化 是溝通不到的 溝通不到的 就是 任何有淺銀瓜葛的東西 大家一定要小心 千萬不要 這麼容易信 放在你面前的文件 或者一些合同 或者一些人的承諾 或者那個是律師 那個是 就是持牌的地產中介 等等 大部分的 身份都是 不明白的 不知道是什麼 這件事 我覺得 銷定一應該都 挺嚴重的 挺嚴重的 因為 你如果 這樣的租金拖欠的話 可能就收工了 這件事 我一向都 不會買八字頭的股票 也勸大家 不要買豪子股 最好不要買豪子股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一天裡面 可能會賺到很多錢 不過 你也可能整隻股票都沒有了 即使是幾千塊幾萬塊 我覺得都不好 好嗎 香港財經R投資日誌 香港財經R投資日誌 那個反應 是比我 預期中好的 很多朋友 都是 加入了付費版 那 付費版 已經推出了 已經推出了 兩期 我們是用PDF的格式 那 我們 那個 投資日誌是做什麼的呢 就是 我們會建立一個 三至五年的中線投資組合 資金比較少 以三十萬開始 會 講一下 一些 股市的投資技巧 好像今期 接下來 就會講 即是 怎樣入市 入市的技巧 在哪裏 另外 就會分析 某一些香港的股票 特別是 在新的那個 銀疫組合 裡面有的 我們一定會分析 每個星期 大約是 兩至三篇文章 其實 收費很低廉 一個月 都是150港幣 是由16年 1月開始 到現在 就 34個月 應該就 35個月 應該 35個月 應該35個月 已經 還有一個月 就三年了 我們經過 2018年 這個 長達9個月的跌市 恆指跌了26% 但是我們的組合 仍然增值到今天 152萬 由100萬增值到152萬 複合增長 正式達到我 跟讀者說的要求 就是 每年的複合增長 是15% 我希望 接下來 這一個月 可以增值到16-17% 那 就是 如果三年的複合增長 有15-16% 應該不會 輸涉給外面的基金 那 收費板很簡單 那 大家可以 過數 去我 恆生銀行戶口 或者 中銀香港戶口 都可以 那 恆生還可以用 轉數快 那你過了數之後 在 bends clip裡面 寫回你的email地址 拍照 然後 share 回到 一個月 我會更新 一至 兩期的四月板 但是 已經 譬如說 正式收費的那些 可能就要三個月之後 才可以 再變為 你如果是四月板 但是你的四月板 是 半年前都沒有什麼用 那可能三個月之後 我才會把最早期的收費板 當是四月板 給大家 但是 當然 這個組合已經不更新 因為經過了三個月 就很不更新 這個是構思中 但是短期是不會的 因為 對付費的讀者是不公平的 好嗎 那 今天呢 就到這裡 那 明天 香港財經R呢 YouTube呢 就會再和大家見面 好嗎 那中國文心 香港文心呢 週末 都會再和大家見面 那多謝大家 一直以來的支持 今次這個 投資日誌呢 是 反映是超乎我的 預期的 那 我每晚都要多做一個小時 才能做得到的 但是都逼我自己 多看了很多資料性的東西 因為如果不是呢 就是你不看得多 你就沒有什麼寫的 是吧 好嗎 那歡迎大家留言 或者電郵都可以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